回到台灣我們來看到馬政府處理憂火案 是再起爭議 行政院表示 內政部和環保署協調全責之後 將憂火全區合併環評 再交由屏洞縣政府認定 如果環評沒有通過 那麼一二區都會撤照 如果通過環評了 三到六區就可以恢復營運了 不過環保署長沈世宏堅稱 沒有行政協調的空間 環保署絕對不會讓步 對此行政院高層說 沈世宏如果有意見 下午就要講 而不是都協調好了 又出來翻案 讓行政院的官員覺得好傻眼